直升機裝載一枚枚炮彈起飛升空 瞄準地面目標進行 連續轟炸冒出陣陣濃烟 俄羅斯國防部再度釋出管弦影片 並指出俄國出動卡文武裝直升機 擊毀烏克蘭軍方車隊以及防空設施 烏國軍方尚未證實消息 但俄羅斯持續攻擊烏克蘭 戰火沒停歇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再度向國際喊話 責任斯基再次強調俄羅斯的目標 不單只有烏克蘭而是整個歐洲 希望民主國家趕快合作終止戰爭 因為俄羅斯恐將發動另一波新攻擊 有衛星照片拍到一整條 綿延13公里一絲二軍的武裝車隊 出現在烏克蘭東部往南朝頓巴斯地區前進 除了有裝甲車還拖著牽引火炮 以及支援設備 同時英國國防部情報局指出 俄羅斯為了應對兵力耗損正在徵召2012年後的退役軍人 增加部隊人數 重新集結 轉移攻擊重心到烏東烏南地區 新一輪攻勢敘事待發 3D新聞 重環報導